它可以說是全世界獨有的一個 蓋在山裡面的中國園林 中國園林絕大多數都是蓋在平地平原的地方 沒有人蓋在山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很多人一進來就知道 這裡是什麼有錢人大戶人家才住得起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中國古代住在山裡面的都是誰 離城所居的那一些 我們求仙拜佛的 還有什麼呢 還有山賊盜匪 所以如果你蓋在山裡面 這麼有錢的人蓋著這個地方 又完全沒有防禦的設施 所以就是告訴這些山賊盜匪怎麼樣 缺錢就來我家一趟 所以不會有人選擇蓋在山中 都蓋在有城牆有軍隊保護的平地上面 平原上面 所以再加上我們中國古代 為什麼會聽到江南庭園比較多 因為江南相對比較復甦 而且比較不受戰亂的影響 所以這些讀書人 有錢人 他們我們常常保暖是盈獄對不對 有錢之後又不用為生活煩惱 就會開始為享樂的方式去做一些想像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有限的場域空間裡面 去打造出了一種無限的一種可能性 所以這是中式庭園獨有的一個特色 那南園得天獨厚 當年是我們這個聯合報的創辦人王提武先生 他在民國七十年代因為準備要退休 然後就找了一個地方 他希望這個地方不要離台北太遠 第二個希望隱密一點點 不要外面的人可以隨便路過 支支點點 然後蓋在山谷中的地形第一層首居 所以南園過去有很多神秘的色彩 外人不得而知 甚至很多的新竹本地人都只聽過南園 不知道南園在哪裡 那麼我們現在鎖在這個地方 水峰圈 蓋在水邊湖盼 臨水而見聽風盼湖 他的特色在哪裡呢 當年王家人在這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住所 但是客人來的時候 來到這麼偏遠的地方 下山很危險 所以一定是住在這裡 那要住在哪呢 就是住在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水峰圈 這兩邊以前就是客房 那我們呢 比較特別的在哪呢 要進來這裡啊 大門在這邊 所以以前要從對面滑船滑進來 有沒有看到對面有一個涼亭 哇那個涼亭啊 就是當年坐船的地方 然後撐著一頁的主軸 滑到這個地方從這裡上岸 所以看到水峰圈的排點 是寫在我們戶外的 那個銀簾寫在那個地方 這個都是什麼 門簾嘛 這個門簾是不是要貼在大門邊 所以客人一上門 看到第一眼的位置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大門 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呢 叫快蘭亭 快速越南整個園區的一個地方 我們剛剛停車 是停在外面的停車場 所以以前啊 路源也是這樣子的 從外面停車場下車之後 走這一個門一進來 一來到這裡 就可以快速看到整個園區的一個美 所以取這樣的一個名字 那旁邊兩幅對聯 它一幅對聯的名字 他寫的是什麼呢 寫的是南緣啊 晴天跟雨天它的一個美景 晴天的時候像現在這個樣子 當年啊這個水 我們前面看到這個湖啊 是人工造湖 南緣的建造啊 是特別邀請這個我們 西頭國家森林公園 台南藝術大學創校校長 漢保德教授 請他來為這個南緣來做設計 當時啊打造這樣的一個文能園林 我們講江南水鄉嘛 所以一定少不了要湖 要能夠走船 所以呢 這個山區沒有當時沒有湖 他是特別用怪手來把這個挖出來 然後人工造湖的 那現在多年過去了啊 底下泥沙淤積 所以現在船也不能走了 湖面啊看起來也比較沒那麼清澈了 可是當年啊那個時候就像禁止一樣 所以他講進水回蘭 然後這邊旁邊寫著 進水的部分 上面的這些紅橋 旁邊的回蘭走道 都會映照在這個水面之上 都非常的漂亮 這是晴天的美景 雨天的時候呢 山區之中 下雨的時候啊 雲霧繚繞 旁邊啊 山藍起霧 環繞整個南緣 看起來就像在仙境之中 所以他講說啊 一仙 世望一仙 朱雀 腰台群浴 因為這些啊 就霧蒙蒙的一片 感覺啊 就在仙嶺之上 那我們啊 不管晴雨 南緣都有他獨特的一個美感 那我們跪邊 我們現在等一下會走出這個門 這個門啊 我們看到它有不同的造型 一個是葫蘆造型 後面的門啊 造型是海棠花的造型 再加上頭頂 其實是一個扇子造型的屋頂 我們走過這一個葫蘆門出來 我們最前面啊 在手沖軒走出來那個門 瓶子造型的門 代表進出平安的意思 葫蘆造型的門啊 因為它的一個血音 所以取其福祿的一個概念 上面有一個小舞台在這裡 那我們啊 當年啊 民國七十年代那個時候 其實啊 娛樂項目並不算太多啊 主要的很多的娛樂 就是看戲看表演 所以呢 當然啊 特別啊 我們這個王家人啊 會請這個 小型的舞台劇 劇班 或者是這個 昆曲 這些樂曲 屬於這種比較小的那種表演的方式 來到這個地方來做表演 那同時啊 有沒有注意到 它整個造型是一個半圓形的 有一個圓弧狀 應該就是圓心點 這也是圓心點 所以站在這裡啊 講話的時候 直接怎麼樣 那個回音就會效果集中在這裡 所以這裡就會聽得到回音 整個聲音會集中 透過我們這個圓弧狀 去做一個反射 同時呢 我們可以請 這邊貴賓可以幫我敲敲 這個 牆壁 誒有聽到了嗎 對 空心磚 我們看前面的貴賓 敲敲這裡的牆 我們敲這一塊 就會感覺出來了 誒有沒有 實的 誒這邊是實的 後面是空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讓聲音啊 透過空心磚 可以更容易的把聲音折射回來 當年 漢教授這裡就是特別設計 然後標 怎麼樣 圓弧狀 空心磚 讓這裡啊 不需要準備麥克風 不用準備音響 那個聲音啊 也是非常的清楚 就直接有這個天然的歌劇院音樂廳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這裡啊 同時看到 中國式的一個 我們講 花窗造型 在這裡就會看到 我們剛剛裝扮的 有沒有看到 祥雲 我們的吉祥如意的祥雲窗 那我們啊 蝴蝶窗比較特別喔 您站在蝴蝶的正中心 站在蝴蝶正中心喔 抬頭一看 剛剛好啊 也是 我們啊 最高的那一棟主樓 叫南樓 王提武先生住的 好 南樓的正中心點 剛好就是蝴蝶的正中心點 所以這一條線啊 順著前面的這個 喬尊就會形成我們南樓的中軸線左右對稱 左右對稱 左右對稱 六角形的大家覺得它是怎麼樣的 六六大順對不對 其實它比較特別喔 它是代表烏龜背後的龜殼 龜殼的紋路是不是六角形 一格一格貼起來的 所以它叫龜背窗 那這個呢 代表健康長壽的語意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 就很自然的代表得到什麼 健康長壽吉祥如意福氣滿滿的樹 今天這一棵樹 是柿子樹 所以啊 我們大概走過去 試試順心 試試順利 我們在對面有講嗎 家族子弟有沒有 要怎麼樣 考公民對不對 做大觀 那怎麼樣考公民 就是要多看書 多讀書 所以在這裡啊 這個走廊怎麼樣 開卷有益 整個以前古代組繭 打開來的一個模樣 所以外面這一個啊 屋簷的部分 突出來這個 看起來就是 組繭組織 一卷一卷那樣突起來的一個樣式 這一個良題啊 就叫做書庭 叫書庭 我們啊 讀書寫字的庭子 請問說 上面那個看起來像什麼 毛筆上面有沒有 筆是尖尖的有沒有 所以整個書庭 一個毛筆在這個位置 左行的部分 我們上面有貼字對不對 其實啊 是因為我們啊 這個叫帝書 以前中國古代啊 書 紙啊 跟墨都很貴 一般人啊 其實用不太值 所以呢 我們講 還有聽過什麼樣 畫紗有沒有 用竹枝啊 布 用竹葉 竹枝 樹枝 在沙地上練字 那比較稍微有錢一點的呢 就像這樣子 家族啊 有這樣的紅磚 紅磚啊 我們知道它的其實散熱 吸水散熱都很快 所以啊 用像這樣子 用筆怎麼樣 沾了水之後 就可以直接在地上去寫字 書畫的部分 現在中國啊 也有人這樣子去做一個練習 非常的厲害 不過可惜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它可以重複使用嘛 所以你留不下來 所以寫得很好 但因為中國古代紙太貴了 墨太貴了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一個節省 畫地為止 沾水為末 這一道門啊 叫嚴爽門 從嚴爽門 嚴爽代表西街爽氣的意思 中國的讀書人是很文雅的 很多東西不直接說的 我們不會講我們叫東門西門 南門北門 我們不這樣講的 所以我們講西門叫嚴爽門 代表西街爽氣 那東門叫什麼門呢 銀子門 紫氣東來 所以啊 從紫氣東來啊 迎接的這個 朝氣之後 一路向西延伸 從這邊延伸出去 所以叫嚴爽門 的一個含義 好 那我們從這個門走進來之後 來到這個大廳 我們看到一面牆 跟我們家裡面一樣 這裡等於是玄關的概念 玄關我們說不能夠 一進門就直接怎麼樣 看透穿過去整個穿堂 對不對 所以啊 有些人我們會在門那邊做一個屏風 這個走道 把它怎麼樣 把那個視線阻隔起來 有擋煞的效果 對不對 這裡 這一面牆也是一樣的含義 所以具有擋煞 阻隔視線的一個功效 那我們抬頭看到啊 上面這一個是一個啊 比較方正形狀的 這樣的一個啊 叫做山牆 如果你看它的角度啊 是圓弧狀的呢 就叫做花牆 好 概念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到後面有沒有看到 兩個 滿月窗就在這個地方 滿月窗就在這裡 同時它其實也是代表 如果以我們中國建築的這個大門來講 它其實兩邊就代表什麼 你視線的一個地方齁 開眼齁 看透的一個位置 而且很好 陽光明媚 哇 微風水水 走起來啊 不會太熱不會太累喔 好 我們各位貴賓來看遠處的山市 我們來數一下有幾重山 有數到嗎 可以看到有幾重 來考驗一下大家的眼力如何齁 幾層嗎 對 看一下有幾重山齁 好多喔 好多對不對 很難數齁 2 3 有沒有數到幾層 5 7 年輕的人應該比較眼力比較 6 7 6 差不多齁 6 7 你是數的還是猜的 沒有數啊 真的真的用數的 沒錯 王好先生喔 他其實住在南樓的三樓 從三樓看的話 我們兩處齁 其實從這個角度看出去 他可以數到九重山 他可以看到那個中央山脈的角 所以齁 這個啊 我們講說這也是九重山 一重比一重高 所以啊 就好像住在一個仙境之中 這樣的一個感受齁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涼亭啊 其實也有看特別的用意齁 我們啊 講中國人蓋房子 種什麼呢 種事的其實是地理風水 所以啊 如果你家裡蓋得再漂亮 可是風水不好的 也住不長久 所以呢 這個中國人特別講這個部分 那我們王好先生 王蒂吾先生 身分地位不一樣 當然也要講究一下齁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烏瓦的部分 突出來的這樣的一個瓦片 叫做銅瓦 銅瓦 所以前面這個有沒有 麻將那一桶 就在長這個樣子齁 這個就叫銅瓦 最前面這一片叫瓦擋 把瓦片擋住的意思齁 瓦擋 好 突的呢 銅瓦其實是有公民有官身 有身分地位的人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們在一般的民間 你會看到都是這樣一片一片疊起來的 頂多他設有那種高低的落差 仿造這樣的一個造型而已齁 但是他不可以打造成這樣銅瓦的部分 因為台灣基本上沒有人有官民 那大部分都有官民 清朝以前其實很少 那都在平地 很多大部分都拆遷拆掉了 沒有留下來齁 那麼我們現在在台灣看到有銅瓦造型的都是哪名呢 廟宇 神明嘛 地位比較高 所以他們神明可以使用 一般老百姓是不行的 所以你在一般老百姓 你看不到這樣的一個設計 這是他特別的地方齁 銅瓦跟平瓦中間有沒有 前面有一個三角形的一個瓦片的部分 這個呢叫做滴水 當雨的雨啊 這個下雨的時候 雨勢啊會水往低處流嘛 所以兩天高對不對 就會往低的地方流下來 往低的流下來之後 正常他會這樣子一下 慢慢傾斜而下 不好看 所以齁 利用這個瓦片有沒有 水勢啊會慢慢的凝結在這個最前面的尖點 然後就會從正中將一滴一滴一滴的落下 所以這片瓦片啊它的名字很好聽 叫滴水 讓水是一滴一滴落下的 另外一個名字叫水簾 因為那個時候會不是一滴的有沒有 一條紫線這樣落下 所以裡面往後面看的時候 像一片水簾的一個模樣 高的這個瓦檔的部分 前面設計像是獅子頭的部分 那可是你看比較低的 它是設計成花的一個造型 為什麼呢 這個啊 這一個神獸啊 叫做痴蚊 痴蚊啊 它有一個特性叫登高望遠 所以啊 在高處啊 它會設計成這樣痴蚊的造型 怎麼樣呢 幫你看家拔風 因為啊 以前小偷專門怎麼樣 梁上君子馬爬這個走廊的 所以啊這樣的一個造型怎麼樣 幫你守家看家的一個意思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完全靠它當然是長不住的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那個瓦片 平瓦有沒有發現它很薄 平瓦是很薄的 為什麼呢 你人走在上面沒有重量 很薄你一踩下去它就會睡你 所以你在底下 你在晚上睡覺 聽到上面有睡裂的聲音 你會怎麼樣 提醒你上面好像有狀況了 再來呢 如果你出門回家 原本瓦片好好的 一回家一看 瓦片睡裂表示什麼 可能有過 人走過去 會有什麼東西走過去 提醒你家裡可能有遭小偷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不是說 遠處的三次 利用這一個 兩邊的迴廊變成了一個什麼 扶手的一個造型 在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呢叫做 最上面的這個造型 屋頂的部分 中國式的屋頂都是這樣的一個三字型 讓那個水勢可以從兩邊流下的部分 那麼這個三字型的造型底下呢 會看到一個裝飾在那裡 其實有這個裝飾的並不多 台灣民間一般比較會有的是上面的那一個 有沒有看到上面它那個屋頂的部分 有一個圓弧狀的一個造型 那個叫馬背 馬背有五個造型 分別代表金木水火土 這個造型啊 馬背的部分 它有這樣圓弧狀的齁 其實代表是水波浪的感覺 是水型馬背 那水的部分 水型馬背 這個齁 這個圓弧狀的呢 代表金元寶的頂 這個敗亭 代表金元寶的頂 金元寶的頂就是代表金型馬背 代表金型馬背 這個有沒有看見 它是一個長角的有沒有 銳角的一個造型 有沒有又不太一樣 這個啊像火焰燃燒 代表火型馬背 所以我們看到了什麼 火型 欸 金型水型對不對 那我們岩爽門那一邊啊 有一個是土型馬背 它的屋 馬背的造型啊 就是一字型的 代表大地平坦的樣子 所以叫土型馬背 南圓啊 總共就這四型馬背 少了一型 少了哪一型呢 我們有火嘛 有金 有水 有土 少一個木對不對 為什麼少木 因為我們不缺木啊 有沒有 南圓啊總共用了超過 八百根的台灣塊木 最不缺的就是木頭了 所以你在南圓看不到木型馬背 最後 我們要講的是馬背底下的這個造型 馬背底下的這個造型呢 叫做鱘魚 叫做鱘魚齁 鱘魚 鱘魚 來一個鱘 鱘掉的鱘 鱘呢水裡面有的那個魚 鱘魚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防火的 欸為什麼 我們中國古代啊 木頭房子怕什麼 當然最怕火嘛 那要怎麼樣來防火 我們中國老祖先是用這樣兩個方式來防火的 第一個 家裡過年的時候要拜拜 拜造神 有沒有 要把家裡的火神安撲好 那第二個呢 外面的火神要怎麼辦 嘿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你很難去拜他 所以呢我們啊 就想了一個方式 老祖宗啊 就是在屋頂的下方 馬背的底下 掛一條魚 那這個魚啊 魚都在哪裡生活 水裡面 所以啊 火神來看到魚 以為這裡是水神的地盤 就不會靠近了 代表水火不容這樣的一個含義 那原本都是魚 怎麼後來看起來這些都不是魚了 有沒有 你現在看這些鱘魚造型 沒有一條是魚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啊 中國人是這樣的 原本整個村莊大家家裡面都掛魚 馬背都是掛魚的 突然有一天我家我不想掛魚了 所以我家把魚換掉 然後把他換成蝦子 隔壁鄰居看到 那我也來換一下 所以隔壁鄰居換成什麼 換成螃蟹 那對面鄰居看到 對面鄰居換成什麼 換青蛙 然後旁邊鄰居看到他換什麼 換棒殼 大家怎麼樣 在水裡面找東西去換他 換久了怎麼樣 就開始變得不再只是水裡面的東西了 變成了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啊 就變得有不同的一些花樣跟造型 久而久之 他就不再只是防火的那個概念 變成了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或者是他喜好的一個物品 看到這一個造型 它是代表我們 道士用的浮塵 那個浮帽的部分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有道教的意味存在 為什麼呢 這個良庭叫拜庭 我們是不是要拜天公 拜天公的時候前面 我們是不是都在家前面拜 所以這個良庭其實當然就是 這樣的一個設計 其實就是拜天公 拜拜用的那個部分 所以這一個 就直接代表他的一個功用 他是做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這個不是齁 這個不是高爾夫球 那個啊叫魚骨 我們八仙過海裡面 張國老的法器就是他 魚骨齁 他當下凡的時候 他會敲響這個魚骨 魚就是水裡面有那個魚骨 是打鼓的骨齁 魚骨呢 他一敲響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那個聲音回蕩在人間 人間如果有什麼冤屈 有什麼不平啊 他就可以透過這個回蕩 他就會知道 所以有什麼 有聲冤暴不平的一個含義 那底下那個 是一隻毛筆 代表怎麼樣 記載不平之事 我們王好這個啊 就是什麼 王好先生他的身份 做聯合報的 所以哦 記載不平之事 代表他聯合報的一個身份 在這邊 主樓的這個男樓 他上面有沒有看到 他的這個懸魚像什麼呢 他的懸魚像什麼 有看出來嗎 欸 答對了 我們剛剛是不是 用了那個造型 有沒有人用過那個 菜圓的造型 我們說古代的銅錢 是圓形的 有沒有就跟他一樣 好外圓那一方的銅錢 在這個地方 所以左右這邊啊 這個錢財湧進來之後 怎麼樣 要繩子把它綁住 讓錢進來之後 就不要流走 有沒有把錢守下來的含義 而且整個外型 看起來像什麼 有沒有像殘廚 哦 殘廚我們說什麼 咬錢嗎 把錢把它咬住留下來 所以有沒有 從這可以看出來 欸我們王老先生很動是什麼 錢 欸這你們說的齁 不是我說的 哈哈哈 屋頂的部分 有沒有注意到 底下那個屋簷 它是兩層的屋簷 這邊啊 媽媽的建築也是兩層的屋簷 可是你看小孩子的 都是一層的屋簷有沒有 屋簷的樹木啊 也代表了身份地位的高低 所以屋簷越多啊 所以屋簷越多啊 身份地位就越高 南原地一棟主樓 喔 取名叫南 為什麼呢 有人說因為它是在台北隴南嗎 喔 也有人說是什麼 面南 面向南方喔 mates又坐北朝南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我有聽過 王老先生眾男親女 所以用這個諧音 跟大家講以上都不是 正正的原因是什麼 王老先生其實有特別留下 有记载当时建造南园的一些故事 他当时因为身体健康的因素 所以退休来到要找一个地方来隐居 他特别找到这样的一个跟大自然接触 这样的一个南园这样的位置 那他当时在取名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他的家人 他年纪轻轻跟着我们当时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 就因为身份地位的关系 所以从此之后回不了大陆 回不了家乡 那即使后来我们两岸开放 他也被禁止 所以他也没办法回去家乡怎么样 向父母上乡 所以在这里退休之后 特别想念爸爸妈妈 所以以爸爸王福南先生的男制 来为整个园区跟主楼来命名 是代表纪念爸爸的意思 那么有纪念爸爸就叫纪念妈妈 妈妈徐夏琴女士 所以这一栋啊 就是第二高的就是纪念妈妈 徐夏琴女士的琴音格 那这两栋分别代表纪念父母 所以他的地位高 所以用两层屋檐去做一个象征 同时整个建筑也充满了爸爸跟妈妈的特色 整个建筑的一个特色都是什么 父系社会那种权威霸气大气的那种象征 是男主外女主内嘛 妈妈在家里面 所以妈妈的建筑比较小巧碧玉 小家碧玉的那种感觉 走比较漂亮小巧那种味道 这道门其实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富贵灵门 我们讲贵客上门 贵客上门之后就从这个门走进去 同时我们在门旁边有种一个 福木跟一棵桂树 代表富贵灵气 所以贵客带着富贵之气 来到那里面的这个空间 那里面很特别 里面当年就是招待像是谁呢 英国首相财契夫人 前首相 苏联前总理 这个哥巴契夫先生 这样子 本路像北欧 还有中南亚 东南亚跟这个中南亚 对 中美中 他们这些国家的一些国际贵宾 都是当年都有来到这个场域 男女总共招待超过20位的国家元首 所以以前会有一个现象 我们说男女很隐秘 对不对 所以很多新竹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啊 就常常看到警车在旁边拍照 黑头大车这样走过去 你今天你看到这样的场面 你会想到是谁坐在里面 总统 没错 总统 对不对 那个时候总统是谁 蒋经国先生吗 所以啊 南云曾经有这样的传闻说 新埔这个地方 蒋经国先生在这里有盖房子 所以才常常怎么样 常常过来住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出来 但实际上蒋经国先生没有住在这 所以是王岐吴先生 只是那个年代因为怎么样 因为消息不灵通嘛 所以大家只看到这样的场面 就觉得什么 一定是总统出去才有这样的地位 我们三峡祖师庙 单单那一间庙盖了30年 那南云您觉得要盖多久 50年 50年是不是 就是我们各位贵宾想一下 王岐先生来住 他退休来住 都已经要70岁了 要70岁来住 你帮他盖50年 他120岁才住得到 所以南云是盖多久 大家 五年对不对 五年的一半 民国72年开始盖 民国74年就盖完了 所以盖两年多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要把南云盖好 势必不可能用传统的古法 如果真的造古法 就像刚刚贵宾讲的 可能真的要50年 因为三峡祖师庙盖了30年 所以其实南云他的很多的 是用钢筋跟水泥去打造出来的 再用这样一些木 我们的块木 跟一些我们红砖瓦的部分 去做仿古的造型 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大家旁边写 以南云作为一个名词 提出一对银联 南山友台勒子君子 冤灵造己 攻之群衔 因为以前王老先生 我们做联合报的 会跟很多的温能雅士富有来往 所以他当时就邀请了很多 这些温能雅士来到南云怎么样 来聚会 就跟我们古代这个温能聚会 是一样的概念 因为以前中国古代 这种古式的建筑啊 其实除了是这个温能雅士盖之外 很多都是有钱人自己盖出来的 盖出来做什么呢 盖出来来结交这些读书人 我们刚刚讲市农工商嘛 他要提升社会地位 就是要去跟这个家族要人做官 对不对 但是有个问题啊 你家族子弟不一定有能力可以考到公民 所以阿米可能怎么样 念了书还是考不到公民 但是他还是想提升自己的地位 所以怎么样呢 结交有地位的人 怎么结交 你直接送钱 读书人啊 有那个有志知识 是不收的 那个志气志节有没有 盖这样漂亮的园林 邀请这些读书人来这个地方来聚会 藉由我借场地给他们聚会 那来到这个地方聚会 提供这个啊 茶酒 喝了茶喝了酒 诗信一来 有没有怎么样 就会留下一些诗句 留下一些画作 然后甚至文人之间怎么样 彼此斗诗有没有 诶斗文章 那都用哪里的场景 一定都用你家嘛 他看到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家里面就有了这些读书人 这些做官的人留下来的什么 墨宝 你家里面挂的这些墨宝 就跟我们现在家里面挂这个总统的墨宝一样 人家一看 哇你跟总统有交情耶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身份地位就提升了 那人家一来看 哇原来这个总统跟你这么好 那我也留一幅给你 互相怎么样 互相衬托地位 久了他家里面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什么 很多文人雅士我都解释 他无形他的社会地位就慢慢提升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古代读书人 也是很有能耐的 这次 你跟我今天来的书人比不一样 不一样的书吗 好像不一样的地方 好像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 其实 建筑本身主体是没有改变的 来各位队面我们中间这一组沙发座 也就是当年才谢尔夫人他们做过 三十多年的历史还保留下来 表示木头的材质很不错 木头用的是花梨木 花梨木所以可以保存很好 那我们前面那一组就是当年才谢尔夫人 哥巴西夫先生的木头 来来来来来 赶快坐一下 来来来来 我们现在要坐这些 才谢尔夫人坐过的去哪里 总统府才有机会 那我们去不了总统府坐 我们在这边坐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后面看到这一个木头北风 来自王老先生的家乡 大陆的浙江东阳县 东阳以目标文明 那王老先生虽然因为政治因素 没办法回到家乡 但是他有特别派人 两岸开放之后他有特别派人回去家乡 造桥屋屋盖玉会盖学校 去怎么样 去回馈 也去照顾他当地的百姓 那当地他的家人 他的百姓 感谢他对家乡的 不忘了对家乡的付出 所以就送他一個禮物 送的就是這一個木雕女工 那這個木頭你可以看到它的雕工非常的精細 所以這不是一般的師傅 這沒有幾十年手藝的話是沒有這個工夫的 再來另外一個它的木材也很特別 塊木很硬 我們敲的感覺很硬 所以這個很適合三座梁柱沉重使用 但是不適合雕刻 因為太硬的不好雕 那我們的窗戶用的是臺灣張木 張木生長速度很快 連輪比較粗 那也不適合做太精細的雕刻 所以像門窗很好 但是像這樣這麼細緻的雕刻就不適合了 我們的師傅特別選擇的是被稱為木中象牙的黃羊木 我們這個象牙就是雕刻裡面的極品 所以它被稱為木中象牙就可以相信它在木匠師傅心中的意味 黃羊木有一個特性 生長速度非常緩慢 有多緩慢呢 講一睡長一寸 育潤退三寸 那我們以實際上來講 中國大陸有找到年份比較 這幾年啊 年份比較久年的黃羊木 700年 700年的黃羊木它的直徑才不過30公分而已 30公分 我們以平均值來算齁 那個1寸大概在2.8左右 我們算3比較好算 表示什麼 表示10寸 700年只長10寸 1寸要長70年 哇 長這麼久 所以啊 有沒有很難得 就是因為這麼難得 所以古代有另外一個名字叫木中鳳凰 所以你只要聽到鳳凰就知道了 這一定是什麼 皇家御用品 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用的 你在家裡面如果收藏有什麼龍啊跟鳳啊 這一些象徵的就表示什麼 你家你有不成之心 想串位 所以啊 這被檢舉就怎麼樣 欸 全家殺頭的對不對齁 所以啊 你家裡都不敢擺放 所以這你有拿到一定怎麼樣 一定要進貢出去 看到 邊邊的部分有沒有 一塊錢 有拼接的痕跡 所以它是拼接雕刻的方法 其實珍貴 這些手藝都還有地方可以找到 我現在講的這個木頭就特別了 這個木頭啊 材質其他地方有 但是啊 這個手藝只有南緣看到 其他地方沒有的 我們可以低頭看一下地板 有沒有在 看到 有看到嗎 地板上有木頭有沒有 有看到嗎 地板上有木頭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欸 沒錯齁 我們磚的邊條就是用木頭做的 有沒有在其他地方看過 沒有 沒有 是不是只有南緣才有 我們剛剛講嘛 南緣的啊 當年建造的時間是不是兩年多而已齁 不到三年的時間 這麼短的時間要打造完成 除了用現代工法之外 但是啊 你這個裝潢的部分 還是要用古法 所以還是必須要請這些師傅來做齁 那這些師傅我們有說 有什麼泉州師傅啊 張州師傅 福州師傅 來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傳承 這些師傅啊 來到這裡 彼此有沒有要較勁一下 看誰的手藝好 這些工夫好齁 所以啊 就在自己負責的範圍 要好好展現你家工夫 我們剛剛在走廊的時候 是不是說那個做成彎曲的走廊 因為啊 你一般的師傅有沒有 就是做彼此的走廊 看不出工夫 大家都會 所以做一個彎的怎麼樣 別人不會 別人不會 那所以來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叫南元記 有沒有 它這邊就寫著 心有之秋的時候 就是民國七十年那個時候 然後他聯合報創刊三十週年 他那個時候啊 七十歲 結果發現自己身體檢查有肝病 所以醫生建議他怎麼樣 要好好休息 所以他就決定要把事業把它傳承出去 交接出去 那個時候啊 就想說 買了一個地方就是在這裡 歸遠 果園二十餘甲 所以這裡以前是一片果園 二十餘甲 多大呢 實際上是二十七公頃 相當於大安森林公園 大安森林公園二十六點五公頃 所以南元相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 這麼大 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他原本只是要 只是要蓋一個別墅而已啦 農莊 所以他一開始設計就兩年多 兩年多蓋一棟別墅不為過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兩個兒子很孝順啊 邀請了建築儀家 漢保德教授 漢保德教授一來看到這個地方 他就覺得太棒太好 來蓋一個中式體驗 所以啊 退休時間不變 可是啊 建造的難度變高了 那因此我們漢教授 就特別把他蓋出這樣的一個 因為鵝被孝施啦 所以他當時在特別 取名字的部分 就是取南元師用爸爸的名字 所以也寫在後面的部分 以仙居會福南 他的福是草字頭加一個市場的事 福南因此名南遠南樓 仙石下秦 所以呢 後面這一棟叫秦德格 樓上叫秦衣 所以就這樣子 把所有的他這樣把它寫下來做一個紀錄 所以後人就解釋得知 當年他是 他其實兩個部分 第一個 是感謝子女的孝心 所以幫他打造這樣的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 其實也是他個人的孝心 來懷念師 好 這裡就是南樓正面的一個廣場的部分 那我們旁邊啊 東七香房的設計 其實東七香房啊 在我們 傳統三合院的建築 其實是設計來給他的大老頭跟小老同住 所以東香房我們講 東公太子 所以東其實代表正公的意思 所以看老婆住在東香 西香房是代表 相對就代表小老婆 所以二房三房四房都住在西香 很好 那以中國古代來講 大房只能有一個 正公只能有一個 所以不管你講三七六七還是如何 正七只能有一 所以東香房只會有一 東公太子也只會有一 可是啊 你小老婆可以有很多個 所以啊 西香房可以很多個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建築的樣式 就是中國古代的樣式 一邊的話只有一 另外一邊有發現好幾排有沒有 就代表那個怎樣 他紙幣比較換多一點 所以蓋比較多 讓他的紙幣可以分家去居住 那南原的話是因為 他用來用作風水造景的部分 所以並不是有大小的過程 那王老先生跟婦人就是睡在三樓 米勒佛的玄魚 底下是龍蝦身 還記得我們說玄魚怎麼樣 避火對不對 所以底下用龍蝦身體來避火 那為什麼用米勒佛呢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當時啊 這一棟是小兒子住的櫃院 那我們說 玄魚是變成是現在主人家喜歡的東西 或身份的代表 所以呢 當時啊有特別問一下 住在這個櫃院的小兒子 問說 這個小王先生 外面這個玄魚要幫你做什麼造型 對 那個我們這一個 他就想說 我們這位王先生他就想說 我沒有特別喜歡的 不然這樣好了 師父你看著辦就好 所以師父自己看著辦 看著看著就做了一個米勒佛 為什麼呢 我們這一位小王先生啊 笑口常開大肚能龍 就很像這位米勒佛先生一樣 所以其實他不是米勒佛 他是小王先生 小王先生在這裡怎麼樣 笑口常開歡迎大家的到來 好 那我們看到底下呢 突出來的這個分子型的號 比較這個 像套子的這個體擋 他其實是啊 叫做鳥踏 讓鳥可以踏在上面休息的地方 那有沒有注意到他 端端一切的 我們鳥啊 皮膚一巴都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他如果鳥要在上面休息的話 一定是平常這麼外 這樣他的排泄物就不會黏在牆壁上 有沒有 所以這個牆壁就會比較美觀一點 好 那我們底下這一個啊 屋簷的部分 屋簷啊也很短 這個屋簷一般是做給人走的 可是這個屋簷這麼短 有沒有 坐在這麼裡面 很明顯啊 人走不了 所以有人說啊 是給這個窗戶開門用的 但其實 他在中國古代有另外一個用意 他叫做犬蟲 為什麼呢 以前啊 大戶人家 欸 要這個 除了養看家護院 還會養什麼 養一些看家狗 晚上的時候 小偷來可以試警 抓小偷 所以啊 這個狗啊 下雨天怕這些狗 被雨淋到 會感冒生病 所以呢 以前沒有受醫啊 所以生病就很難醫的好 那我們做這樣子的這個 短短的走廊 讓狗下雨的時候 就可以躲在 躲在裡面 怎麼樣 就不會被雨水淋到 所以叫犬蟲 小偷窗啊 中間沒有任何的裝飾 這樣子叫洞窗 可以一眼看透過去的 那我們這邊看到 這個蝴蝶窗呢 中間有紋路的設計 這樣的窗戶啊 叫做露窗 臭露的露 所以民眾在這邊 蝴蝶窗的時候 你可以抬頭看到 平靡約約 看到南樓的樣貌 這就是我們中國文人雅士 那種怎麼樣 含蓄不露擺的那種感受 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中國的設計師 漢保德教授這種中式建築的作品 我們現在要去看 日本的設計師 魏延武老師 他啊 如何把這樣中國古代的一些 建築的一些特色 把它融入到現代建築裡面 建築叫楓岩建築 楓岩啊 是日本的設計師 魏延武老師 在台灣的第一件作品 2015年打造的 他當年啊 受朋友的邀請 來到南原居住 那住在南原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這裡的環境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很喜歡 大自然的 他很喜歡用木頭 用竹子 自然採光去建造 那他就 我們現在講 就是綠建築 環保建築 這樣一個概念 那他 特別喜歡 南原這樣的一個環境跟設計 他就很想要認識 南原的設計師 但可惜兩個人身不逢實 所以沒有辦法面對面碰到 那他就留下這個建築 地景藝術 像我們的漢堡德教授做質疑 我們剛剛有說 他把中式建築的 尤其南原的一些建築的特色 把它融入在這個建築裡面 有哪些特色呢 第一個 木造建築 塊木建築 毛準式的結構 那我們南原用了八百 超過八百根的台灣塊木 因為現在台灣塊木是國寶 所以他砍不了 他是從日本運的日本塊木來 所以裡面有七百三十八根的日本塊木 也是用毛準式的結構平接的 再來第二個 中國式的建築 一步一景 走廊式這種亭台樓閣的設計 在有限的空間可以做出無限的可能 所以一步一景的一個效果 每一個角度 每一步都是一個風景 楓延也是一樣的設計概念 同時我們在南二樓的時候 有說王老先生看九重山對不對 一重一重比一重還要高 所以他一邊低一邊高 山市慢慢爬上去 象徵九重山 那我們新竹什麼很有名呢 風城九降風 所以風從對面吹過來 九降風山與風的交會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現在有沒有聽到聲音 你走進去的時候 你會聽到的那個聲音啊 就是我們漢堡德教授 跟魏延武老師的時空對談 好 謝謝 謝謝